歡迎來到KKFH 今天來搞創意了 這次的創意是 兔子 這是一隻兔子 你看這樣的造型配上顏色 它是不是就 跟兔子有87%像 這樣子的造型 身體就像 兔子不動的時候 摸在那邊 這兩片就像兔子的耳朵一樣 那這一款創意耳 就是用V-Man主打萬用的 GOT 也就是 善養 所改裝耳朵 改裝過程的話 稍後我會介紹 如果你有看過前一部 GOT的影片 你就會知道 這一隻耳 它有三種尺寸 3吋 3.75 還有4.25 重量是 3.3克 7.3克 還有10克 所以你可以根據 你自己想拋的重量 或者 你竿子適合的 克數 去決定說 你要玩幾吋的耳 那這款耳沒有入圓 一樣是 Z-BAN的 Elastic材質 所製造成 所以它一樣是 浮水耐搖 這次我沒有拉斷了 接下來是介紹這一隻 兔子的動態 它在落下的時候 耳朵會擺動 產生微波動的效果 落下時擺動的幅度 就跟你 擦遷的重量有關係 你擦得越重 它擺動的幅度越大 相對著 你平瘦的時候 它的耳朵也會產生擺動 那擺動的幅度呢 就會隨著你 平瘦的速度而決定 你說得越快 它擺的就越大 平瘦的時候除了耳朵 會微微擺動以外 它身體也會產生左右的擺動 左右的擺動 所以你在平瘦的時候 你會透過桿子 感覺到震動 那這個震動 就是它整隻身體 在左右晃動而產生的 如果你感覺不到震動的話 代表你的桿子 可能太R了 或者你 把耳朵做壞了 但你在做操這個操作的時候 它也會有不錯的動態 那 我個人 我個人最喜歡的 也是抽這個操作 因為 時常呢 玩這隻耳的時候 時常抽著抽著抽著 竿子就彎了 這種感覺是 你跟一般玩法上 有一點差異 平常你就是 呃 可能 玩落下 或者玩一些拖 這時候魚來咬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咕 咕一下 那抽這個玩法呢 在魚來咬的時候 有蠻高的機率 它是在 你抽抽 落 的那一瞬間咬走 然後你再一次抽 竿子 就直接彎了 這個 感受是不一樣的 可以自行體驗看看 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會有一種 欸 我靠 這樣子也可以中魚的感覺 那這種改裝方式 除了在動態上的改變以外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 拋頭的距離會更穩定 它原本是一片長長的 那 像這樣子 你只要耳越長 你拋頭的時候 風阻就越大 那這樣子 你改裝完之後 你的重心 會集合在一起 這時候你的風阻就會變小 在拋頭上 會變得比較順暢 然後距離上也會比較遠一點 接下來就介紹一下 怎麼把山羊改成兔子 那 首先呢 你要準備的有這些東西 最主要的就是 GOT 你要用 3吋 3.75 或者4.5 都可以 反正它的改裝方式 都是一樣的 然後 改裝必備的 鉗子 像我自己就習慣用這種 小的鉗子啊 比較順手 那你要用一些 肢血鉗 路亞鉗 也是可以 再來就是 這次會用到 剪刀 因為要對耳 做一些 修剪 然後是 改裝必備的 擦鉗 那這個 在 改完之後 因為它是浮水的 然後你鉤子的重量 沒辦法 讓這隻耳 往下沉 你就必須加個擦鉗 那小隻的話 是用0.9的 你看到的 使用動態 也是用0.9克去拍攝的 那假如你要用 3.75 或4.25寸的話 我通常會配 大一點擦鉗 像這個是1.3的 然後我會配兩個 那為什麼會配兩個 後面會稍微解釋一下 鉤子的話 個人是習慣用比奇奇啦 那你自己習慣用什麼鉤子 也可以自由的搭配 那接下來就開始改吧 改的方式不難 比橘石獸簡單一點 但是又比 TRD GILL 花一點時間 你可以看到它的身體 是一塊一塊的 那這次的改裝方式 就是從第一塊 還有第二塊 中間的縫 穿過去 你先拿鉗子 從這正中間 穿過去 要對好喔 不然改出來就醜醜的 穿過去之後 OK 這樣子就穿過去了 穿過去之後 就把它的三眼角夾過來 夾過來 夾過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出 這邊也是一塊一塊的 那 跟一開始一樣 也是把這個 卡在第一塊跟第二塊 中間的縫 就是喬一下 喬一下 就好了 這樣這隻的 就完成 87%了 呵呵呵 這樣它就完成87%了 感覺 非常容易啊 剩下的138就是 要做一些修剪 然後把它先插進去 就是這麼簡單 要修剪的部分 就是它上面這個區塊 三眼角 上面這邊這個區塊 因為造型的關係 所以它 整個凹 貼得非常的近 你在落下的時候 它是有機率卡住的 這樣卡住之後 它的動態就變得不穩定 所以我 會對這邊做一些修剪 那影片來看的話 我是把它剪成尖銳狀的 就是 就是 做出一個三角形的感覺 這邊剪一個斜角 這邊也剪一個斜角 大概是 這樣子 兩邊都剪成這樣 這樣子修剪完之後啊 你在落下時 它輕微的擺動 就比較不會卡在一起了 就可以降低它 在落下時 沒有任何動態的狀況 那當然你也不一定要用這種修剪方式啊 你也可以稍微把這邊剪短 就好了 因為主要的目的就是 會讓它在落下的時候 這兩個不要繳在一起 造成 二沒有動態 我都用0.9克的擦前 然後擦前方的方式就是 擦在它的兔耳正下方 正下方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區域 就是這個區域 就從這邊 往裡面捅 捅 用力的捅 捅進去之後 左手會捏到 左手捏住之後 稍微的拉一下 就好了 這樣子 擦前就擦完了 因為擦在兔耳正下方 所以它落下的時候 還會這樣子落 這時候它 耳朵的微波動是最好的 接下來就是勾法 拿一個你習慣的勾子 也可以 沒有問題 因為它這樣子擦著嘛 所以 你的勾法其實要稍微 將這兩隻耳 都勾住 避免它這個 這一部分 往下滑 往下滑就變成你每次都要調整 那其實蠻煩的 影片的話是從頭這邊刺進去 然後 會勾到另一塊 再刺出來 差不多就是這樣 差不多就是這樣 你可以選擇小一點勾子 為了避免影響到上面的波動 因為你勾子如果刺太上面的話 它上面這邊 的擺動就會受到影響 影片的話 是用這樣子的勾法 那假如你不喜歡這樣勾的話 其實 你也可以從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 勾進去 然後 再刺出來 這樣勾也是可以的 這樣子也是會把這隻耳固定組 勾法的話 主要是把這隻耳固定的這個形狀 然後你盡量不要干擾到上面的區塊 如果你用小一點勾子 你就可以像我剛剛那樣的勾法 從這邊穿進去 然後從頭這邊出來 就沒那麼容易影響到耳朵的部分 這次的改裝方式 就是這麼的簡單 比G字都簡單 然後 比TRDG有慢一點 實際玩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有機會的話可以嘗試看看 像這隻是3.75寸的 然後 這是1.3克的差遷 我自己玩3.75寸 我會插兩個1.3克的差遷 有時候玩 想要乘快一點的話 可能會用個 1.8或2.2以上的差遷 那差遷的位置 就變成 因為它這邊的距離的關係 所以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你的差遷不要太長 你的差遷不要太長 你太長 它就會沒辦法包覆在耳裡面 會比較容易噴掉 然後通常插的位置 就跟小似的一樣 會從這邊插進去 那因為你要插兩個 我就會左右 各插一個 左右各插一個 自己稍微抓一下分開的距離 然後就插進去 這樣就插到一個了 然後再插另一個 這樣就插好兩個了 因為這邊 這邊長度的關係 你沒辦法一次用太長的插線 所以 當你玩大致一點的時候 在插線的選擇上 就要自己注意一下 好 詳細的使用動態 一樣放在片尾 OK 接下來就是實戰啦 喔 欸 不 配合 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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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